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现在呢在台中 然后现在要去第二次想吃早餐 但是去吃早餐之前 我们先去台中火车站 寄放一下背包 走 刚刚顺着指标走 然后来找心理房 然后没有看到心理房 但是有看到很多的记录会 我是没有问啦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台中的车站 现在没有心理房的服务 还是其实有 台中人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分享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刚刚点了一个萝卜糕加蛋 然后它里面会放甜酱跟酱 然后它的萝卜糕现在会有点 鲜糖色 吃完 下一摊 咱们知道 管车带走 吗 但是 演讲 我今天來的時候剛好六角廣場有一些 就是副廣場照片的攝影展 你剛才展到12月1號啦 所以我相信我影片剪完的時候這個展應該也沒有了 所以你們下次來的時候可以來看看這邊有沒有其他的展覽 或是跟著我的影片一起看一下這些舊照片 然後再往內走的話就可以看到這個六角樓 那我們就走上去看看囉 圈料不能帶進去 所以他得先站在外面的桌子上 然後因為有人數的限制 所以要先簽到 簽完到之後就可以開始逛喔 看完了六角樓之後呢就慢慢的往市場的方向前進 其實剛剛有跟那個六角樓的那個志工阿姨聊了一下 他說其實六角樓以前是日志時期的這個市場的辦公大樓 然後很可惜的是他其實原本的屋頂上是有一個瞭望台的 但是因為瞭望台後來燒掉 再加上就是現在其實沒有那個瞭望台的主要的功能 所以後來也沒有把它修不上去 就是用個屋頂把它蓋上去而已 所以現在如果想看那個瞭望台 只能透過舊照片才能看到 我自己是覺得蠻可惜的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今天很幸運 就是六角樓只有開放週二到週六 然後我今天剛好是週六在台中 所以剛好遇到他的開放時間 不到了 但之後可能 vi到會去的地方 尖叫冰箱 開放時間 有令人十分不太好 不太好 不要緊張 不太好 不太好 也不太好 不太好 這樣能就會大不了 只能見爐 不太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吃 刚刚老板推荐的测测甜点 就是铺饼冰淇淋 它里面其实是放冰淇淋跟珍珠粉 冰淇淋是香草口味的 刚刚听到说这个碰面是黑糖口味的 就有点烂烂的 就有点烂烂的 现在在台中文学馆 我觉得这里的规划算还不错 它就是有很多日式的建筑物 就是小房子这样子 然后每一个房子都是一个展览的展区 然后每个展区里面都会有放不同的读物 就是可能是台中文学馆推荐的 就是适合读物 像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刚刚第一次进入的一个展区 它是在讲推理的 然后它里面就有放一些推理的书 然后推荐给来这个展区 就是看展的人可以来阅读相关的书籍 然后每一个屋子里面其实都有自己的展区 然后书都可以免费看 如果你很喜欢看书的话 我觉得这个台中文学馆你可以待上 就是可能半天或者是一整天的时间 不管是儿童的绘本 还是大人的小说 其实都有 所以也算是一个蛮适合亲子共有的一个点 然后在某园馆里啊 台中文学馆有免费提供几张明信片 那我们可以把在这里的感动 然后寄回去给你朋友 那我们也来写一张 我们也来写一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条是动漫彩绘场 其实蛮小条的 但是蛮多漫画角色 如果你是动漫迷的话 这里面画的角色基本上都很冷的 蛮好拍的啦 如果你喜欢漫画的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经村应该是我这几天去的眷村里面最热闹的一个 然后有市集有很多文创的餐饮啊 或者是小店 感觉如果认真逛的话应该蛮好逛 然后刚刚买的香蕉牛奶冰棒 因为太热了 好吃耶 蠻小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里是演起生活 我们下次见